胃胀分清虚实,简单消账出满 大家好,我是崔老师 不少人已经受到了胃胀的困扰 有的人吃不下饭,排气还多 有的人能吃下,但是吃不了多少 今天崔老师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清自己的胃胀是虚症还是实症 只有分清了虚实才能够对症治疗 其实也很简单,可以通过吃东西来分辨 如果你没有按时吃饭,吹了凉风或者吃凉东西就胃胀 大多数就是虚寒胀气属于虚症 如果吃过饭之后胃胀,多吃一点就胃胀的不行 大多数是肌治胀气属于实症 这样一来分辨虚实就很容易了 但是肌治胀气的实症也分两种情况 可以伸出舌头来看一下 如果舌蛋白,胎厚腻,舌体胖大,边上有齿痕 属于痰湿机制导致的胀气 会伴随有痰多,大便吸糖,面色尾黄,精神倦怠 肢体无力,还会加有不消化的食物残炸 就需要驱痰消胀气 如果舌蛋红胎黄腻,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说是实症 属于实急胀气 会伴随有心烦易怒,小便黄,大便臭灰,就需要消食出胀气 常说,实症好求,虚症难吃 我们就从实症说起给大家分享 纸食,清脾,来腹子这三位重要 先来看,纸食,破气,消极,化痰,除脾 对痰湿导致的胀气,以及食物机制导致的胀气,都有较好的缓解作用 如果胀气比较轻,可以将纸食换成纸壳 再来看,清脾,善于疏干破气,消极,化痣 最后呢,就是来腹子,是萝卜的种子 可以消食,除胀,降气,化痰 帮助清脾来消食 这三位要共用了,对于饭后胀气有较好的缓解作用 接下来说虚症,难求是难求,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既然虚了,那就在除胀气的同时要补虚 这时候可以搭配党参,白竹,茯苓,干草,来健脾,益气,消胀,补虚 如果是我们说的吹凉风,吃凉东西就胃胀的情况 再加上干浆,温中散寒,回阳通脉 这样一来,虚症,实症的胀气就都有办法了 方物长方,具体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辩证